我就觉得这社会应该让每一个有本事的人 有路走 有饭吃 有活干 有自己的舞台可以发光 所以我特别愿意今天在最后时段为你拉拉票 他选择了 咱们就尊重他的选择 但他适不适合让直播间的观众 让他的业绩来决定 来吧 再次提醒各位企业家 考虑一下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的这段表述 好像给你帮倒忙了 没有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各方面 就是说沟通力啊 包括主播这一些的认知不是很好 但是我会一直去突破它 我也会去改变我自己 就既然我现在想做这个事 那我一定会把它做好 他的确是需要有个人去培训他 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播 沟通力其实能够培养的 对吧 他能自己办班 能教学 能够招来学生 在线下是可以的 而且医生你知道吗 你跳舞的时候 我们都是愿意报名来找你学习的 但我们相信如果你做直播 我们也愿意来你直播间 对 我承诺给你刷个滑子 我看你眼睛有点湿润 是要哭吗 没有没有没有 非常的伤心 因为前面的话大家都挺喜欢我的 而且我在这中间的话 我已经就很努力地去把自己表达出来 已经非常努力了 比平时中都表达得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没想到就最后八盏灯全部都灭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哭了 你原来是觉得 今天应该可以带走一份工作 是吧 对 他们八个人都灭灯了 因为他们八个人共同用灭灯 把你推向了一个更好的方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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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我的 第二现场观察团的企业家 如果对你感兴趣 是可以招聘你的 第二现场的观察团成员吴胜 对你非常感兴趣 不光是吴胜 还有我 还有我呢 第二现场拿起来了 两个人 还有玻璃抢的 哭早了 年轻人 哭早了 来 我们掌声欢迎曾华和吴胜 来到我们的第一现场 走上竞价台 进入到朱一诚的谈前不伤感情 我觉得非你莫属的时间 发的变化就在今天 的确过去只是这个舞台上面 而且现在在第二现场还有机会 就更立体了 而且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 一千多万粉丝啊 憋坏了哈二位 我一直以为只有吴胜想要朱一诚 没想到花姐你也 我不能先暴露目标你知道吗 所以一直没说话 潜伏得很深 我觉得她是一个敢于展现自己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弱 你的眼神没有像后面那么坚定 但是越来越好 进入这种状态我喜欢她坚定的衍生 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其实在直播间很真实的人的话是特别更容易遭粉 吴胜和曾华你不感谢我们几位吗 感谢感谢感谢也要感谢一下 大家太有默契了 因为你们太懂我们了你们知道留给我们对吧 我们请吴胜和曾华走上竞产台 吴胜是不是有点懵 没有 还好 还嘴硬 你唱 刚才你都要哭了 我这边给你的岗位是主播岗 我们现在在快手抖音都是在做直播带货 你的各方面素质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在直播间是能够留人的 但是你需要提高的就是你在直播间的感染力 而这块正好是我可以教你的 所以说我给你的岗位的话是8K 但是我为什么说层二呢 是这样的 是我觉得因为你和你的夫人也都是学艺术的 艺术类的人是很容易的话做带货主播的 我甚至欢迎的话呢 就是你和你夫人一起来做一个尝试 所以我写了一个层二 这个很好 这个还不错 我觉得你那个方法我也可以复制是吧 可以 挺好 马上就被学到了 我告诉你他们夫妻俩如果在直播间 其实是非常留人的 非常吸引人 那好那可以那我听你的 他在这方面是我的老师 可以的我咱们一起向他学习 那你的薪酬呢 你也是8K加乘以2对吧 可以没问题 在这方面就直接参考和复制吴胜了 对对对对 是的 艺术我想了一下 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么专业的培训 但是吴胜那边的培训是公开课的 所以呢我只要报名交钱 然后你咱们去他那培训 我还可以跟你一块去 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企业家们都太聪明了 对对对他那边是培训的 他也已经邀请我来 那这个培训的钱谁出啊 我出啊 肯定是我出啊 我没一起成长好不好 艺术我觉得站到你的角度 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呢是有专业直播培训 有专业带货的一个小团队的一家公司 但是他们有点乙方 他们带的货呢不是自己的产品 斯凯乐呢是一家 持续18年做户外品牌的一家甲方公司 他做的都是自己的产品 每个季度每个月有可能都有新品 所以在这个公司呢 可能你跟服装其实共成长的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有可能把自己的IP的感觉带出来 所以这是区别 他那边可能要去全世界去找供应链 我们这边是我们的库房 就有上千款产品 其实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带你夫人一起 为什么 双人的IP的话的确是非常好 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说每个选手都有权利去选择 自己认为合适的岗位和钱 OK 好 各位 看看他会怎么选 来 艺诚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边 呃 斯凯勒 祝贺 冬花 祝贺 谢谢 点个赞 给他写上一句鼓励的话 也代表了我们节目 对他这样的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2010at126.com 如果企业家想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品at163.com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